再來的話是打契約天欠 欠嗎?好像是欠吧 打這個,然後這個是可以組隊打的 但是單人打也可以,這個難度並不高 然後我的思路畫是非常簡單的傳送型思路 那大部分的角色大概大家都應該有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首先你把三幻神擺在最前面 黎幽、冰禮、曹沁 中間你可以擺入依依 那依依的話你們可以記得要去穿防斷腿 那我這邊不帶依依,我這邊帶黑龍 因為我的黑龍有帶防斷腿的在身上 然後旁邊的話帶兩隻奶,一隻風鈴聲,一隻小雪 那我們主要開小雪的陣這樣 我會盡力一致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帶兩隻傳送 一隻是拿諸葛艾,另外一隻的話拿那個 我們的那個老頭 老頭,老頭回來呦 那最後是他建議帶自己練度比較高 那這次因為大家盡量帶大家都有角色 這邊的話我就帶逍遙去做一個加攻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就進去吧 好,那其實呢 不要把這一個關卡想得那麼複雜 簡單來說就是這些都不要打 我們就把人都送進去就好了 我們都把人送進去就好了 那我們把鮮魚先往這邊把 那我們第二回合再打 第二回合再打 那這邊的話全部先 這個前面這幾隻啊都可以先帶 然後的話建議你先把 諸葛艾加攻 然後呢這邊加這個 加給他 然後等下傳送的時候可以把東西全部丟出去 那這邊先帶雞,先不要傳 李大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遙 逍遙的話可以這一回合丟 或者是下回合丟都可以 那我請下雨下一回合再丟 來,那我們第二回合再上去好 好,那我們把曹沁跟黎歐送進去 李大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遙 然後我建議你這樣子丟 把兵妮丟進去 然後同時也採了這個進去 那兵妮就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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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才比較好打一點 那我們這邊的話讓冰璃二連洞 最基礎的二連洞 那因為有逍遙的增傷 所以打起來也非常容易 大概可以一到一個 好那黎幽的話幫我運用一邊那隻好了 雖然我覺得是打著我 你看 在這樣痛 很痛啊 這邊的話可以丟 我讓逍遙打打看 我想看他爽 1萬4還可以啊 我給他穿妖精鞋 打PVE的話妖精鞋是很好用的東西 可是打完可以再移動兩連 調整走位我是覺得是最好用的 好那第一波打完就會第二波 那一樣打法就是跟上場的是一樣的 打法是一樣的不用太緊張 那這邊的話我傾向於全部帶機 那這邊的話我傾向於全部帶機 我的刀下沒有 不用緊張 因為我沒有小雪那補血其實都會自己動 好那最後要注意的是諸葛要先加攻 然後套給他 好那這邊全中 好那我們就進去 好那怎麼進去呢 先把黎幽進去 兵力進去 我這邊的話要把曹靖 曹靖先帶機 這樣才會省一回合 然後把他丟進去 李大俠就是我 好那我這邊再把李大俠丟進去 李大俠就是我 射出去 我就是李逍遙 五打三 事不宜遲 這邊全部帶機 好那這邊比較推薦就是說 因為這兩隻啊 刺客是會迴避的 李大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遙 所以你們要注意這一點 那兵力是可以打兩下是還好 這樣子給他再動 這樣就還好 好那邊的話我讓路愛打一下 好那邊吃了所有的真張 好那這刀應該會死 很好 我也不要太緊張 好那邊的話 我們去運後面那一隻 這樣子好那一樣全部帶機 好那一樣全部帶機 哎唷 打這麼多 那如果覺得比較害怕的可以用再動 如果你的角色剛好可以再動的話 因為我是覺得 要對自己的角色有信心 好那第二波得要玩 剩最後一波第三波 好那第二波得要玩 好那這邊的話 好那這邊都還一樣 先全部帶機 就是你逍遙 等逍遙的天見 好那這邊加工 好那其他都重量 這邊的話不加那個給那個 坦克比較划算 好那邊的話坦克護衛 然後加這個給坦克 先把坦克丟進去這個位置 因為等一下他們造的關會比較差 這樣 OK 然後的話我們先把冰笠送進去 冰笠送進去 呃 曹慶送進去 李大俠就是我 我就是李逍遙 然後李游的話我請向運用跳的 這樣 然後我們再把 逍遙丟進去 我好奇我把他丟到這個會傳去哪裡 好漂亮喔 然後我的樣子 沒有人可以逃過我的界決 對面有六隻 因為他們一人一個人都會造一隻蜘蛛出來 六打三不公平 沒關係 這樣我們就六打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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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做 好 但前面就是這幾隻小怪就慢慢靠就好 因為這邊冰璃比較不好發揮 冰璃就幫忙殺小怪就好 我們可以多往飛上 因為他們會打冰璃圍 先打弓兵 我的刀下沒有孤魂 這樣子潮汐應該是能一到一隻蠻血不太可能 這種半血 殘血應該就可以了 人間友情更勝天道 武472 你現在要的天罡戰器好了 你可以站這個 這到天罡戰器所有人都知道 來,走開 幽幻正此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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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死 沒死 給黑龍戳 還是沒死 這實在是太適合了 給草進一個機會 草一刀 補弓再見 那這個就不做練肚子展示了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一點點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就是 思路問題 那練肚子展示的話我等一下下一片 契淵 契淵那邊會教一下 好,那大家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